第六题啊 边长50的正三角形 我们来复习一下正三角形要怎么画 首先呢正多边形的快速键POL Enter一下以后呢 他问你边数多少呢 给他3 正3嘛正三角形 3打进去之后 按Enter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 当他问你指定中心点 那因为我们是边长的模式 所以滑鼠要移到最下面的指定列呢 去把那个边啊 这个按钮底下呢一个边挂弧1的这个按钮 这个选项你要把它点下去 这样呢他才知道你已经切换 变成边长的模式了 这昨天我们在讲多边形的时候提到哈 好找地方当起点点一下以后先方向拉出来 再给他打上5050 按Enter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正三角形 每边长50的正三角形 好然后呢在正中央呢先画一条锤子线 锁定啊三角形上面的这一个端点处 好滑鼠放在这个端点的地方啊 点下去直直的垂直的画下来 锁定啊底下的这个中点 没有错在正中间嘛 点下去之后呢按Enter结束呢 先把这条直线先画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底下的这边 画一条斜线上去呢跟两边 好跟这个斜线的对怎么样锤子 所以等一下要守护锤点哦 护锤点好来我们各位请看一下 先执行画线的指令L Enter一下以后呢 把出发点了 先把它点下去 从这边出发的嘛 点一下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啊 对面的斜线上呢 记得一定要有护锤点跑出来才可以 有没有 它马上跑出护锤点的锁点的符号 那就没问题了 当它跑出这个护锤点的符号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大心大胆的放心的 左键给点下去 它肯定就会锁在这个互相锤子的点上 叫做护锤点 好按Enter结束 各位呢我们现在呢只要画一边就好 另外一边呢我们进色过去就好 你最起码呢这两条直线要先画起来哦 之后呢里面那两个小圆圈啊 那就简单了 用我们画圆的六种方法当中的第六种 相切相切相亲 为什么呢 相切这个斜边 相切底下这个斜边 再相切中央这条直线 有没有一个圆就起来了 往上推那个小圆呢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相切相切相切 好 一样呢 左边这个斜线呢先点一下 接下来你要相切的话是选这一个 已经画好了这个圆 上面的部分把它点一下 你不要点到下面去哦 要在上面这边点一下以后 再到中央的直线上面呢再点一下 代表不要跑过去哦 好所以呢点完三下呢 这个小一点的圆就跑出来了 OK到这里我们再完整的进色过去 所以我们执行进色指令 Mine Enter一下以后呢把目标先选到 小圆点一下大圆点一下底下的直线点一下 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要进色过去 好选完记得按Enter它才知道你选完了 然后呢进色线的话呢就超级简单 就是正中央的直线 正中央直线 所以上面呢 指定低点 指定低点 垂直下来到最底下呢 垂直下到最底下呢 所底下的这个端点 把它点一下 一样点完之后它问你原来的要3吗 我们按否 点一下这个否就可以了 以上这一题啊我们就画好了 那么不太清楚的 等一下再请你看一下我的影片好不好 到这边我们先休息5分钟 第一堂课到了我们休息5分钟 等一下我们再把10跟11啊画给各位看一下 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